傳媒在香港自由地報導新聞 香港歡迎海外傳媒在香港工作 超過80家海外的傳媒機構 在香港設立辦事處 它們和本地的傳媒 同樣多元化自由運作 大家也非常清楚 我們每天都接觸和收到 不同媒體的查詢、報導 甚至批評 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 受到基本法的充分保障 我再強調 入境處處長 對每一個個案 都必須按事實和實際情況去處理 不應該給予任何人 或者行業特別的優待 我也要求入境處處長 本著一事同仍的方針 實行入境管制 不可以有特權的情況 這個個案亦都在這個原則之下處理 不應該說成是政治打壓言論 又或者新聞自由 正如世界其他地方 出入境管理機關一樣 入境處在處理每一宗申請的時候 都會按照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都會按照相關的法律和政策 充分考慮個案的實際情況之後 才作出決定是批准還是不批准 特區政府有責任 在香港實施有效的入境管制 這個既是入境處處長的權力 亦都是入境處處長的責任 因此必然有獲批准 又或者不獲批准的情況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今年頭九個月 入境處接獲一共五萬一千三百二十六宗 根據一般就業政策提出的入境簽證 或者進入許可 以及申請延期逗留的申請 拒絕了六百六十五宗 比率大約是百分之一點三 因此有申請工作簽證 被入境處拒絕 每年都會發生 和其他地區和國家一樣 是正常不過的